我不離不去 你情不相聽 在大風雨也能走下去 欣勇跟他媽騙錢 我也就是把你跟王媽來還債 這是我自己願意的 跟他沒有關係 如果你跟你媽媽借了五百萬 跟李偉銘還是沒有未來 意思就是說 你欠了你媽媽這筆錢 虧欠他對你的信任 還要面對李偉銘 根本不值得你相信的事實 你有想過這個可能嗎 我很不願意這樣猜 但我現在能想到 就是李偉銘在走老路 阿剛 這件事情沒有經過證實 我們這樣懷疑他 最後不是很公平的 我求你把錢還給欣勇 這是你的女人 對你付出的極致 你到底要怎麼樣才答應我 這張支票是我之前跟你提過 想加入投資 欣如 我剛打你手機怎麼沒接 我跟我媽媽在講電話了 怎麼了 我跟朋友掉了一筆錢 那我會去還妳嗎 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有一個朋友願意幫忙 我想盡快把錢還給妳媽 雖然是你爸爸留給我們的農地 說到底 他也只不過是一塊地 你跟欣宇 對媽媽來講 才是最重要的 你把錢拿去 以後賺得起 再把地數回來就好了 你要幫李文明還錢 那是你家的事 我沒有時間 應該你耗二十一年 要就三個月內 把這件事情解決 好 可是 還有可是 我不知道 我想到我媽媽 可是我也想到你 對 欣如 把錢拿回去賬話 交給妳媽媽 你讓我想一想好不好 到底還要想什麼 我覺得 你還是把這個錢拿去給安琪好了 妳在開什麼玩笑 我沒有在開玩笑 我剛前前後後想了好幾遍 我媽媽的錢我已經花了 我之後再賺回來就好了 你應該把這個錢拿去給安琪 把這個問題解決 欣如 你瘋了嗎 我絕對不答應 我為了不讓你虧欠你媽媽 我才動用了這層關係 我沒有瘋 我從頭到尾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把安琪的問題解決 你現在拿支票回去還給你媽媽 你到底在想什麼 你到底在想什麼 我說過了 就是把擋在我們前面的問題解決 我媽媽不會威脅我們 可是安琪會 我欠我媽媽的錢可以慢慢還 可是安琪沒有給我們那麼多時間 你不去 好 那我自己拿去給安琪 欣如 你可不可以多為自己想一點 不要老是為我想 幫你想就是幫我想 把這筆錢拿去給安琪 就像我們之前說的 唯有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才會有未來 好嗎 我覺得我好像應該問一下 這是不法所得嗎 也只有不法所得 才能來這麼快 對一個騙子來說 你很有天分 你說夠了沒有 要說話酸你 逼你求我 我怎麼都說不夠 請你以後 不要再出現在鄭兄弟面前 永遠離開了他的生活 我辦不到耶 是鄭心如自己來和我說她會還錢 如果哪天你這個騙子被關進監牢 或者是那張帥臉被吵架 撥了什麼東西 我當然還是要繼續找鄭心如 你到底要怎麼樣 才要放過鄭心如 讓我想想喔 錢全部還清之後 還有什麼事呢 喔 對了 我手上還有你的犯罪證據 欣如一定很怕 我把這些東西 交給什麼警察之類的吧 親愛的男朋友去坐牢了 可憐的花甸小姐 要和誰談戀愛呢 你生氣了耶 好可愛喔 我再問你一次 你到底要怎麼樣才肯放手 這個問題 我已經回答過你了 跟你在一起的那半年 是我覺得最幸福的時候 我真的 真的很愛你 所以當我發現 你欺騙我的感情 別管我的錢 最後一走了之 我痛苦了幾乎要自殺 我要我們明正言順在一起 我可以銷毀你過去的資料 更不會告你 也不會讓你重新回味那些牢獄之災 過去你對我造成的傷害 我可以一筆勾銷 我可以一筆勾銷 我認輸 之後就照你的意思安排 都照我的安排 那你就要和我在一起 要比愛鄭馨如還要愛我 好 好 我只有一個要求 我要永遠離開這裡 好 沒想到 你愛上這個花店小姐的結局 是幫助我完成目的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把事情當乾淨 支票拿走 把所有的事情徹底解決 阿剛說 李偉銘可能再走老路 事情也許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那你有別的解釋嗎 我跟朋友調了一筆錢 我跟朋友調了一筆錢 那我會去還你嗎 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有一個朋友願意幫忙 我想盡快把錢還給你嗎 我不是懷疑你 不比你面對任何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李偉銘沒有遵守對你的承諾 你有權利知道真相吧 好 你會面對這件事情對不對 現在就打給他 framed by messenger 微笑ink 電話不通嗎 你會面對的 我一定會面對的 我一定会 阿刚说 他亲眼看到李伟明 在一家饭店前面 跟一个看起来蛮有钱的女生 有很亲密的举动 今天花店比较有空 我们出去走一走 卫妮 有人看到你带着一个女生 感觉很亲密 可能是最近碰面的 其中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什么朋友啊 你不觉得这件事 你需要跟我解释一下吗 你不用想太多 我怎样可以不想太多 这事情跟支票有关系吗 你回答我 你不相信我吗 我很想相信你 真的很想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怀疑我 我也没办法 你手机最近常常不通 很多朋友都这样说 很多朋友都这样说 看来我该换手机 看来我该换手机 老公大概新便当 你还换手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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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阿刚 喂 慧震 你跟欣如说了吗 嗯 他不相信 不过他说会找李文明谈一谈 阿刚 你为什么不自己打给欣如 跟他说这件事啊 你准备一直这样吗 连朋友都当不成 关心他就应该让他知道啊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你跟我都很清楚 欣如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都很需要我们的支持 好 我会去找他 先走了 好 走 阿刚 你好久没来咯 我先去买个东西好了 我还以为 你再也不会来 最近好嗎 又被莓果花吃到了 最近突然覺得 如果時間可以回到 三個月以前的樣子就好了 等到這一切都過了 你還是可以跟三個月以前一樣 回不去了 沒有辦法再跟以前一樣 最近不好 因為李偉銘的事 我很不願意談這件事 可是如果我最後證實 李偉銘跟你想得不一樣呢 慧珍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 我真的很不想懷疑 我認定的人或我認定的事 好 那就由你自己來證實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懷疑我我也沒辦法 你的手機最近常常不通 你的手機最近常常不通 很多朋友都會這樣說 看來我該換手機 我會的 你還是我朋友 我希望你開心 我還是想幫你爆炸傷口 還記得上次我們在那邊 一起吃小吃的時候嗎 記得啊 我一直記得妳跟我說 跟自己喜歡的人 一起吃好吃的東西 那是最幸福的事 當時妳笑得很開心 跟喜歡的人一起吃好吃的小吃 我覺得很幸福啊 這種幸福的感覺 任何一家高級餐廳都買不到了 妳要不要告訴我 妳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我其實不知道該怎麼說 該不會是上次那件事情吧 嗯 我還挺在意的 而且妳確實沒有跟我說清楚 妳到底覺得我哪個部分沒有跟妳說清楚 如果看到的人覺得沒有什麼 她也不需要特別來告訴我 看到什麼也不代表實際發生了什麼 妳在我身上看到的跟妳朋友看到的 不是也不一樣嗎 那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不想懷疑妳 我不想懷疑妳 所以我想問清楚 這件事情我們不是已經談過了嗎 沒有 沒有 對我來說沒有 我真的很怕 我真的很不願意往外的方向想 那就不要想啊 像以前一樣開開心心的一起吃東西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再像以前一樣了 我沒有辦法再像以前一樣 新竹去送花了 她去哪里送花 金華城 謝謝 喂 珍妮嗎 等一下來約妳OK嗎 嗨 嗨 好開心要見到妳 離吃飯的時間還有一段距離 我想先給妳個驚喜 上午我在等妳的時候 看見妳條項鍊 特別適合 真的 按進去 ねぇ 死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伟明 这是谁 那几笔没飘起 想要写下的那句 我爱你 刻在心底 回忆飞向窗外 淋湿了回不来 留下无所的地带 是吗 我误会什么 误会那个女生不是你的诈骗对象吗 你告诉我你愿意改变 你告诉我不会让我担心 结果你拿一张骗来的支票叫我还给我妈妈 你觉得我好受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要用这样的方式赚钱吗 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商班族一样 我只会这个 我只能用最直接最快的方式来赚钱 欣如 你没有必要那么生气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 不要说为了我 我不接受 我是去骗了那个女人的钱 可是我真的是为了你 我不希望你背负 你跟妈妈借钱这件事情 我当然知道我答应你什么 我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犹豫 但是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现在是在解决事情 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态度 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一样 你欺骗我 你骗了另外一个女人的钱 林伟明 你告诉我你没有做错事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我不懂你为什么那么生气 你在讲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都爱解决问题 你去找你妈妈 我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朋友 这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不懂 你再说一次 请你不要一副 我又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的样子 好吗 你就是在伤害我 你伤害了一次 两次 三次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我不会再原谅一个不停说谎骗我的人 我也不会再原谅一个重新又开始骗钱的罪犯 心如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懂 对 我不懂 我不懂一个做错事的人 为什么可以这样正正有时的说自己没有错 我不懂 我不懂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不会责怪你 我就是这样子 请你赶快看清楚 我没有办法过一般人的生活 我没有办法去上班 我没有办法用你认为的方式来赚钱 心如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但我也受够了 请你赶快认清楚这一切 我李维明就是这样的人 好 那你也看清楚了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所有的一切都到此为止吧 似乎还下着雨 那几笔没飘起 想要写下的那句 想要写下的那句 我爱你 搁在心底 回忆飞向窗外 凌溢 对不起 我真的不愿意用这种方式 便宜离开 你不要太伤心 你不要太伤心 那模糊的悲哀 我的心依然存在 老大 你不是说拿到第一笔钱 我的部分要先给我吗 你人到底现在在哪里 听到留言回一下好不好 你不回头看 我知道谁都不再写下 我才觉得爱 用力抛开 那需要灌溉的等待 你这个男朋友 是个坐过牢的诈欺犯 爸 专找富商的情妇下手 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我很清楚 你是一个很善良 很单纯的人 但是李伟明 绝对不是 你现在要做的 不是来求我延长还管的期限 而是应该要马上离开这个人 就像是你跟我说 你相信李伟明是好人 接着你相信她会慢慢变好 现在告诉我 你相信被她害惨的人 会原谅她 我不想眼睁睁的看着 你被李伟明害得更惨 心如 我认识你这么久 你一直是一个很单纯的 乐观的人 不管什么事情都往好处想 可是这个人这件事 已经不能用我的 乐观单纯解决了 用力抛开 那需要灌溉的等待 我擦去的爱 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我会很努力 因为我对我自己没信心 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有人看到你带着一个女生 感觉很亲密 可能是最近碰面的其中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啊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我不懂你为什么那么生气 你在讲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都爱解决问题 你去找你妈妈 我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朋友 这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不懂耶 你再说一次 请你不要一副 我又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的样子好吗 我就是这样子 请你赶快看清楚 我没有办法过一番人的生活 我没有办法去上班 我没有办法用你认为的方式来赚钱 欣如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 但我也受够了 请你赶快认清楚这一切 我黎卫明就是这样的人 卫明 我会当作在我的生命中 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也从来没有爱过你 谢谢你帮我上了这一刻 我会彻底的忘记你 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真心如 你可以的 卫明 卫明 这是你之前给我的支票 还给你 我还有很多事情好吗 我以为你 这一切都会非常非常非常好 我给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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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来租车 好久不见 跟你说一件很巧的事 我跟Lisa离开澳门之后 在欧洲遇见了一个 你以前的女朋友 她告诉Lisa 说你不是做投资的 她是怎么跟你说的 她说你骗了她几百万 人就不见了 这跟我一开始对你的看法 一模一样 真的是太巧了 我不缺钱 不过基于 不应该姑息坏人的原则 我还是会请助理跟你联络 Lisa 我给你道歉 圣哥说的都是事实 都是 你承认 我承认 而且我会把该还的都还给你们 该负责的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我该相信你吗 你们是可以怀疑我 可是 看来接下来你已经有安排了 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我会在那个地方重新开始 心如 这辈子我没有爱过人 但是我爱你 也因为我真的爱你 所以我必须离开 我知道 如果我们要让你彻底的死心 你是不会放弃的 清如 对不起 我还是伤害了你 你也喜欢 嗯 很特别 跟你的感觉一样 很特别 说不上原因 不过很想保留下来 送给自己最喜欢的人 不想到哪个人那么爱你 让你醒过来了 不知道她花了多少钱 是不是我在澳门见到的那个可爱的女孩子 真的 心如 对我来说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 我喜欢你 你之所以会认识我 是你安排的 你会跟我拿的三十万 是为了要还她钱 这 这事情的起因 全部统统都是因为你吗 我不是一个好人 我欺骗女人的感情还有金钱 这一切都是事实 但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你爱上的那个人 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骗者 是我 黎未明 心如跟他妈骗钱 我也就是把你跟王门来还债 这是我自己约理的 跟她没有关系 我很确定 你离开她 是你唯一能够对她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是你唯一能够对她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谢谢你 曾经这么爱我 就这样结束了 所有的梦都清醒了 你就这样离开了 也就这样剩我一个 那就这样回子空了 曾经有段爱 曾经有段爱 陪我唱着歌 曾经有段爱 有谁还记得 我爱 都不让你唱着歌 那你们都在这儿啊 你们大家 今天是阿纲生日啊 所以我们特别到后宫要庆祝 对不起 我忘了 没关系啊 我以后会提醒你 我沒有準備禮物 我下次補送給妳 來 各位 今天我們不醉不歸 耶 好久不可以騎車 這麼關心我 不好意思 來 生日快樂 謝謝 乾杯 我還要喝 阿哥師父 終於跟西魯和好了 妳說什麼啦 妳這個醉鬼 真的醉 乃傑呢 對喔 他說他去公司一趟 什麼到現在都還沒來 來了 喂 老婆我複製了 還在加班喔 真的啊 他說公司同意他繼續工作 所以現在臨時 派給他一些事情 正好在加班 我跟他講 喂 雅潔 抱歉 假借加班的名義不然幫我親身 我再補給妳嘛 好啊 等到妳可以喝酒之後 我已經讓妳吐到翻過去 我也要跟雅潔說 妳等一下 雅潔 欣如啊 恭喜妳重新開始上班了 那我也要恭喜妳 重新開始新的人生 妳這麼勇敢 一定沒有問題的 好 好了啦 不講了 妳害我又罷過了啦 喂 怎麼樣啊 男生跟你說什麼 他說 恭喜我重新開始 好 那我也要恭喜妳 重新開始 不只是妳 還有我未來的寶寶 雅潔的新工作 阿綱 餅乾 喬喬 今天是妳的新起點 也是我們這群人的 重新開始 各位 合得啦 耶 這是我們的新起點 耶 耶 嘿嘿嘿嘿嘿 叫什麼 走 我認識妳們 啊 你為什麼叫我媽 妳當然認識我 我是妳兒子 韋明 沒有 我兒子 沒有你那麼大 他還好小 他還在念小學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已經長大了 為什麼那個玫瑰花小姐 都不來看我 我記得 那個每天笑咪咪的心如 就是玫瑰花小姐 我喜歡妳 來喔 路上 en bloc 我幫妳買了玫瑰花 妳不是喜歡玫瑰花嗎 我有說我喜歡玫瑰花嗎 有啊 妳一直都很喜歡玫瑰花 妳記得嗎 我還送過妳玫瑰花 媽媽 妳看玫瑰花 妳在的啊 妳喜歡玫瑰花 我看到路邊有 就想載給妳 玫瑰花有刺 妳什麼都被刺到 妳看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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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害我 你不要害我 玫瑰花有刺 玫瑰你不受伤 玫瑰花有刺 玫瑰花有刺 媽 我 我知道我對妳不夠好 我不是故意的 媽 不要再說這一些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心裡面有好多好多人 妳那麼小 我要怎麼解釋妳 還夠明瞭我的苦 我我動手打妳 妳知道我給我多捨不得 我好捨不得 妳一定恨過我 我不恨妳 我已經長大了 我再也不會恨妳了 妳長大了 妳還是我的兒子 我第一次覺得 我是有媽媽的孩子 當然是我的孩子 我們的關係 永遠永遠都斷不了 我走了 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才能過來看妳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精神不錯喔 總是要打起精神 不能再哭了啦 新人物很棒喔 除了花衣設計的客人便多之外 接著好幾家長期合作的婚紗公司 謝謝 慧珍本來還很擔心花店的生意 要我過來看看 現在看來花店生意不錯喔 謝謝妳們的關心啦 既然都來了 讓我請妳們吃飯好了 可是我一點得回工作室一趟 我要回銀行上班 吃個飯沒有關係吧 可是我只請一小時啊 等一下就要回去了 媽 不然讓阿剛陪妳去吃飯 現在才剛過十一點啊 好 對不對 我顧店 欣如幫我帶午餐回來 阿剛好嗎 你呢 等一下回來喔 什麼 吃什麼 妳們吃午餐吃那家 好 總是要會不正常了 不知道那時候李維銘 到底跟阿剛講了什麼 李維銘來找過阿剛 對啊 李維銘特地來找我 問問阿剛工作室的地址 還叫我不要告訴欣如耶 看來心情恢復還不錯 嗯 當然啊 總是要打起精神了嘛 自從在你生日過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 一定要重新開始 即使很難 還是要逼自己振作啊 來 吃金菜 等你了 等你了 等我又哭了 哭完就要笑喔 這才是我從小人生的真心 我要回去彰化一趟 回彰化 回去看一下我媽媽 順便把最近存的一些錢 拿給她 最後就是這樣 準備努力工作了嗎 當然 我後來有股氣勇氣算了一下 我就算每一個月 花了有五萬塊的進賺 我五年內也沒有辦法 把花田買回來 又加上馨宇 她還有一年才會大學畢業 我後來想了又想 我發覺我一定要很拚命 很拚命 什麼網路行銷 什麼案子全部都接 可以拚一下 看第二年能不能開第二家店 這樣我才會有機會 可以把我們家的花田拿回來 我好久沒有看到 這麼有戰鬥力的鄭馨如了 田惠正 我問妳 如果我把我媽媽 請來台北一起住 後 她負責來管理花店 她煮內 麻煩巧巧 負責往外面跑 妳覺得怎麼樣 妳可以問她 這幾年不用撞花 有些事情做 搞不好她會滿開心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那 妳不會再想李文明了 然後妳不能帶她 沒有 妳沒有 都過去了 最從我看到她跟那女人 在一起之後 我應該要結束了 妳知道嗎 她被我發現了 一點詠意都沒有 李文明特地來找我 問問阿光工作室的地址 你還叫我不要告訴馨茹 不要再講她了啦 現在就專心面對一切吧 慧珍 什麼事情讓妳特地請下來找我 有件事情想當面問問妳 好 先坐 我去幫妳倒水 來 阿剛 這件事情我們私底下聊就好 聽喬喬說劉若銘有來找過你 幾個禮拜以前 他跟你說什麼 我到現在才真正的了解 無怨無悔的卻愛一個人 是需要承受很大的期望跟失望的 欣如也是這樣對我的 希望有一天 我在想起她的時候 不會再對她感到抱歉 那就讓她走 如果妳的存在會對她造成困擾 離開 是妳可以保存這段感情的唯一方式 或許欣如不跟我在一起 她會比較快樂 怎麼了 是嗎 沒有 我只是很驚訝李文明跟你說這些 她特地跑來工作室找我 只為了跟我說這些 當時 讓我稍微對這個人有點改觀 那後來還有再見到她嗎 後來 她走了之後 我看到她留在桌上的手機 剛好傳來一個女生的簡訊 這會不會是她故意留下手機 要讓我看到 不好意思 好 我讓我第二天追蹤她 接下來 才能讓欣如徹底的死心 決定離開她 我相信李文明是真的愛過幸運 我也相信 有一個不適合她 她的女朋友 也有一個不適合她 然後請看她們 她們有過程 在一起 她們的アイス 她們 不適合她們 如果她們的一天 做得很不適合她們 玫瑰花小姐 黎媽媽 我的玫瑰花呢 我跟妳說 好 我只有來看我 真的 她說她不認我了 那表示妳們和好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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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四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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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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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物 有妳的包裹耶 我的包裹 隨機來的 總是 宅懳 我來 我最好 我去 你的 她 我去 你不給我 你要不給我 你不給我 我去 我去 你不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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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寂寞 最后会枯萎的誓言 曾经期盼 能和你一起 见证奇迹 却剩下自己 我也要谢谢你 谢谢我什么 谢谢你终于我生命 我爱你 散发悲伤的香味 就在约定破碎的期间 欣如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但我也受够了 请你赶快认清楚这一切 我李维明就是这样的人 自从跟李维明分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哇 好可爱的娃娃哦 喜欢吗 喜欢吗 送给你 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有关系的 谢谢姐姐 你怎么打 我要做什么呢 再也不会 肩并肩期待 花季重来 回忽到过去 让盡空 你怎么打 我要做什么呢 这样就变成了一朵花 那一位就是李妈妈吧 对啦 不过她脾气很坏哦 你们可能会被她赶走 没关系 谢谢啊 不会 李妈 李妈 你好 我叫阿刚 我带了气球给你看哦 这个啊 它是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 走开 李妈 你不喜欢气球啊 它是可以让人很开心的气球哎 我要送你一朵花 来 一朵花 喜欢吗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球玫瑰花 我喜欢玫瑰花 来 丁小姐 您好 这边请 谢谢 请问丁小姐需要咖啡还是茶 咖啡 谢谢 请问丁小姐这次想要去哪里 卖谷 好的 马上为您办理 请问需要几张机票 两张商务舱 我男朋友要跟我一起去 好的 没问题 已经为您处理好了 请问还有需要帮您订旅馆 或是表演票券吗 不用了 没关系 谢谢你 你就带这些行李啊 我东西不多 没关系 需要什么到卖谷再买 你开车好不好 我喜欢看你开车 ミ燕 我哪里anks好 那他iende嘛 好 快 都這樣說我 來 喝水 不用把我當外人吧 阿剛 妳曾經給過我一樣東西 當時的我沒有接受 現在的我 也不配接受 所以 我把他帶來還給妳 妳不要這麼說 我說的是事實 這本存責 我一直都放在身邊 難過的時候會拿出來看一看 告訴自己 曾經有一個這麼好的人 默默地陪著我 可惜我沒有珍惜 這是我為妳存的 為我存的 欣如 我希望在妳這麼難過的時候 我要讓妳知道 我還在妳身邊 我知道妳喜歡我 可是我喜歡的是李維銘嘛 沒怎麼辦啊 妳就繼續喜歡妳的李維銘 我選我的真心如啊 就跟以前一樣 不會因為一張機票的改變什麼 我不知道妳還需要多少 但我一定會陪妳一起度過難關 所以妳儘管開口沒有關係 其他的我會想辦法 妳不要擔心 我一直都很想跟妳說對不起 可是 這不是對不起三個字 可以擁練的 存資金錢的時候 我很開心 如果沒有經過李維銘的事情 我不會懂得付出的痛苦 也不會懂得 當妳把這本存著 交給我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情 什麼樣的心情 什麼樣的心情 真心如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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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請多多指教 我希望 沒有我的日子 妳會越來越好 永遠不再想起我 我們會去哪裡 去一個沒有人 找得到我們的地方 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吧 正心如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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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让你担心了 这是我存到的第一笔钱 相信有一天 我们一定可以把花田买回来的 妈 我会继续努力的了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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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来 我们就不见了你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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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哭过之后 会不会像以前一样 笑个像个不知道烦恼的小孩 来 哎 我不离不弃 你情依相平 再大风雨也能走下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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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